好,花莲县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办理三届国际原住民慢食论坛 以及一届的台湾原住民慢食博览会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定在5月4号 在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森林区办理了课程的分享会 当天分为两个场次办理 学员们将分享保种、传统饮食文化、旅游、教育市场等相关的慢食议题 来自台湾、意大利、日本、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塔吉克、尼泊尔慢食成员 以及学员们展开5天的实习课程 欢迎回到原住民行政处并且在5月10号安排 在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森林园区进行课程分享会 当天分为两个场次办理 学员们将分享保种、传统饮食文化、旅游、教育市场等相关慢食议题 原住民对饮食文化的精神跟慢食是相同的 所以在花莲地区我们当然主推是慢食 但是我们跟外縣市的合作就不限于原住民 那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呢 我们成立野菜学校之后 就积极来推动原住民的饮食文化 那么后来发现呢跟国际的慢食的这个精神 或者他们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就去跟国外 尤其是意大利的慢食总部连结之后 那么就是慢食总部也觉得 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一起来共同的努力 那么除了这个意大利总部之外 我们亚太地区有很多的慢食组织跟我们合作 那么这一次的慢食论坛我们也除了意大利之外 我们也邀请了夏威夷、泰国、印度等地的这个慢食组织 也来到这个花莲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 2022年花莲宪街牌亚太区慢食推动办公室之后 在10月举办的第一届台湾原住民慢食博兰会 一起国际慢食论坛 同时也将开放民众共同参与 对慢食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欢迎线上报名参加 记得就关华特朗